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黃妮 我來自台灣 從小出生在一個藝術的環境 藝術的家庭裡 父母親都是從事藝術教育 父母親也是藝術教育 所以一出生懂事之後 就開始學畫畫 一路辦科畢業 到大學研究所 然後一直從事藝術創作 不間斷的辦展覽 在國內外 我的創作 大學之後 就是選擇用錄像 或者是錄像裝置 來呈現 我所想要表達的一些觀念 作品都是圍繞著時間 所以我的論文那時候叫做時間感感時間 然後研究所畢業之後 創作比較不正文句書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也 我那時候沒有想過 一直要做這個時間這個議題的作品 但是後來 後來研究所畢業之後的創作 再回頭看它其實跟時間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我把我這幾年的作品 把從2007到2012這幾年的作品 再重新再檢視 然後發現其實我在做的是一個 我的生命機型 就是等於說 我有點像是用錄像在寫日記 然後因為我沒有太特別的生命經驗 所以每一次到國外參戰 或者是每一次物展 每一次戰彈之內之間 或者是到國外 怎麼樣怎麼樣的 這些過程 這些心路歷程 都有可能會變成我創作的一個 下一步作品的一個靈感 我總是在生命中 在旅行中 在流浪中 去找尋 找尋下一件作品 或找尋我想要關心的東西 這些都化成我自己的創作 嗯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次在義大利展出的這件作品 叫做我們男人 是我那個 2012 今年 一部新的片子 那這件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是一個 一個有點像行為 或者有點像舞蹈 但你也可以說是錄像 它是一件 類似像這樣 我剛才上書那三個形式的一件作品 那我不在乎 它到底是屬於 純粹的影片 或者是 或者是 表演 或者是 行為 那我要傳達的 觀念就是 其實這件作品 是 我在 初衛人婦的時候 看這妻子 懷孕的過程 那 那個 影像裡面有一個舞者 然後他穿了一個木頭的裙子 然後這木頭的裙子 上面有九層 九圈迷宮 然後就像那個 那個 懷胎九月 每一圈都代表懷胎九月 上面有一個鋼柱 他就在這個 迷宮 不斷的不斷的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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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一層走 然後最後到那個 最後 一個月的時候 就 掉下來 誕生 然後 他是 就像前三個月 會轉得比較 慢 那 像是 像是 那個 我們有句話說 就是 好像懷孕前三個月 都不能跟別人講 好像那個 氣會流走 怎麼樣 那因為過了三個月之後 比較穩定的 所以你會看到 過了第三圈之後 舞者的那個 律動會比較 比較輕快一點 然後到 到最後一圈 然後即將誕生的 那一剎那 好像要出來不出來的 那種感覺 那 其實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 我是用 我連像創作 其實都是喜歡用 我喜歡用 批語的方式 我不會把作品 講得這麼白 但是我用 批語的方式 讓觀眾 瞭解 然後 然後 所以 因為我其實我不是 女性 我根本不知道 生產是怎麼樣 就算 就算是我在旁邊看 我也沒辦法體驗 這個花開九月 到底是怎麼樣 那生產的 tone 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有多tone 這個是我們 我們做的男生 是沒有辦法參與的 那 你說有多了解 是不可能 那只是說 我覺得 我還是 我覺得我有權利 我還是用 我可以用 那個 盤觀的角度 然後 用我自己的 批語的方式 去詮釋 這一件 無難日 好 那這件無難日 也是 希望獻給 就是 全天下 所有的母親 所有的女性 這一次是我第三次去遇到的一組參賽 之前是 彼岸 然後 去年是 那個 The Timer 但是 今年是 男日 那這三件其實都跟四件有關係 那 男日 這個是比較 呃 比較 比起前面兩件 比較 抒情一點 比較 抒情一點的作品 那 這次 希望到義大利 嗯 希望觀眾能夠 能夠 體會 呃 我所想要表達的 那我覺得 看我的作品的觀眾 大概看到影像 看到作品 大概都會 有 勢動 飛動的感覺 然後 他們可能看到 什麼東西 好像 他們可能心情覺得說 欸 好像 好像 藝術家好像要表達是這個東西 但我 不是很確定 可是 當他們看到作品牌之後 他們通常都會 威脅你消耗 然後 原來藝術家他講什麼 那其實 我的創作 我 我一直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哪裡 我希望觀眾 觀眾 是用這樣的方式 先看作品 然後 有一點點 好像看到有一點點東西 但又不是很確定 然後 當他轉身去看作品牌的時候 發現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希望 我跟觀眾之間的對話 一直是這樣的 這樣的模式 然後 這次 當然也希望 這件 那是第一次到國外才展 那因為 這件作品 那個 在取代之前 在那個大賽館 我的各展 就 莫拉斯佑六個展 裡面有展出 那這次 到意大利也是 應該是第一次 那個出走 台灣 所以 所以我也希望說 全天下的觀眾 看到這件作品 能夠 能夠 體會到說 欸 原來這是 這是一個神秘的開始 然後 這是一個 我們擔心畢竟的過程 然後 我是用一個 我是用一個 很抒情 很抽象 用這種 很美的神秘 去詮釋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選 成為藝術家 那其實 藝術這東西 擺脫不了我 因為 我們家庭就是 我的家庭輩 就是藝術 那 除了藝術之外 對啊 我好像也沒什麼 太大的興趣 除了體育 體育跟藝術之外 對啊 因為藝術太廣泛 太廣泛 就是說 光藝術這件事情 就可以 可能一輩子都做過分 所以 創作 對我來講 藝術就是創作 那我會不斷的 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創作 雖然 影像藝術 創作是還蠻辛苦的 因為 因為藝術就是 影像藝術 我們拍 拍作品的 那個金額都很 很龐大 要有相當大的付出 那 可是我還是 不斷的創作 因為 因為創作 創作才能夠 表達 我的生命 能紀錄我的 就像寫日記一樣 因為我不會 每天寫日記 但是 但是 我卻是用 創作的方式 在寫日記 那 那 只要我 還活著 我會不斷的創作 因為這就是我的生命 那 我也希望就是說 我去表達我的生命 但是我用我自己的 影像美學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 影像創作的方式 批譽 我希望 我希望 能給觀眾看到說 其實我的生命 跟你的生命 好像也沒有差太多 那 我可以用創作 我可以用藝術的方式 去呈現 我的生命 那 是不是每個人 其實也是可以這麼做 那就是說 創作對我來講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我很欣賞那個 曹靜生說了一句話 那我剛剛說 你為什麼要創作 那 曹靜生說 兩百年後 只要有 只要有一個人 他能認同我的藝術 我就是為他能做 那 我覺得 我很欣賞這句話 我其實也是 也是這樣子 因為 不管 做再多的付出 在創作上 只要有觀眾認同 我覺得 這就是回饋 這就是回饋 所以 我覺得 藝術創作其實很好玩 真的 真的還蠻好玩的 然後 然後 他其實可以豐富 自己的生命 然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藝術創作 我會繼續不斷的創作下去